你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游霞 黃文賢 請幫我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 節目就要開始了 謝謝你 謝謝 今天可以吃得很開心 好 那我們今天有機遇 等一下我們就在這個 他的湯是 那湯包裡面有餡 花絲呢 還蠻鮮美的Q彈 用電子QR過頭條碼點餐 跟QR喔 會對電腦不太熟的可能 對手指 我是游霞游霞華雕 今天來吃大港三二牛排 感覺好像還不錯 希望今天可以吃得很開心 今天我與 魚帶一起來 看看今天的效果怎麼樣 他們的 餐具 飲料 汽水 濃湯 這是起司啦 這是 兩個醬 跟濃湯 然後這是 調味量 他整個布置是 主色苦香 OK 來魚帶 今天好玩嗎 好玩 好 好 那我們今天吃的 這間牛排好吃 我就是想來拍Youtube 這大港三二 有機 等一下我們再吃 他的湯是 免費上的 玉米濃湯今天 來吃玉米濃湯 料還蠻多的 而且味道還不錯 我覺得他這樣的 優惠啦 肉質好 我喜歡 好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拍 那你喝玉米濃湯的感覺怎麼樣 很爽口 爽口 好 那爽口的玉米濃湯 就到這裡 等牛排來囉 然後那餐包有那個喔 有奶油餡 小心 爆漿 小心燙口 對 小心燙口 對 小心燙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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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餐包裡面有餡 特別加麵 我就覺得不要再加麵了 用拌就好了 我有加上那個A1醬跟辣椒 然後這是魚大的加麵板 我們吃海陸爆醬 有一點很特別 他這種辣絲炒 那個魷魚呢 非常好吃非常鮮 他的辣絲炒呢 非常的爽黃 爆醬的起司味道很好 還有那個牛排的六指我還蠻喜歡的 這是雙蛋的第一個蛋 我還蠻喜歡的 你說說你的看法 我還蠻喜歡的 這個牛排 這有很多吃飽 不然是原味 很有關係 你家大聲點老闆會不會太大 沒有經過醃製的 所以 可以吃了牛排的原味 他本味 那我先快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側面 還是有帶一點血色 看一下 這邊還帶有血色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 有看到側面 再高一點 對 那個血色 對對對 放嘴巴裡面 技巧慢用 慢慢咀嚼 品嘗 他牛排的 原來的味道 很棒 再配一個他的面 他的面 也很濕 整個調味 像我的感覺 可以不要再加別的味道 嗯 不過 在剛才 一個殷仁鵝夜 有人喜歡重一點 你可以另外 可以加點 番茄醬 甚至辣椒醬 那邊有那個 我們要去拿 哦 他有 蒙古醬 他那邊有醬 可以端 可是我這個 我起司 我就不需要再去端掉 嗯 一口接一口 浴發不毛 他整個 他的內部的裝潢 呈現了復古的滋味 他進來以後 他從第一個海報 電影海報 都是我小時候 曾經看過 但是 看過的海報 而不是看過電影 因為當時 小孩子沒有錢 直接看海報 還有懷舊的味道 整個店都走懷舊風 嗯 在魚蛋介紹的時候 我已經 把我的部分吃得差不多了 嗯 花枝呢 還蠻鮮美的 Q彈 然後牛肉呢 肉質好 感覺上不像年假牛肉一樣 看一下 這是快吃完的血色 嗯 嗯 好吃的一餐 那那邊的飲料是 無限供應 所以我想再用點飲料來喝 我是遊俠 謝謝收看今天 遊俠華雕 今天介紹的是 大港山的牛排館 非常好吃 來彥城區 值得 值得 那在家走走 只是 點餐跟 等候 都需要一點時間 要一點耐性 還有 他是用電子QR Code 條碼點餐 跟QR Code 條碼 登記 所以 會對電腦不太熟的 可能 對手機不太熟的 可能會比較麻煩 就這樣子 我是遊俠 掰掰 遊俠 大家 黃文賢 我是高雄人 我愛高雄啊 有機會 來高雄出頭喔